由南加州爱迪生国际总公司提供支持的爱迪生学者计划 今年将再为30位理工科应届高中毕业生颁发5万美元的奖学金 并为他们提供带薪实习的机会 申请条件包括 居住地必须在南加爱迪生电力公司的服务范围内 计划在四年制大学研读科学、技术、工程、数学等理工学科 且GPA必须在3.0以上 这项计划主要是帮助低收入家庭、少数族裔或第一代大学生追求梦想 因此申请者必须证明有财务援助的需要 不过爱迪生国际和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的雇员、退休人员的家属都不能申请这一项目 申请时间将于1月9日截至 新台人电视台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